创意理财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稳超胜见节目 当然昨天的美股大涨 造成了投资人认为说 今天台股应该也会大涨 所以说早上吸引了一些 比较投机的一些投资人 那进场可能对不对 一买下去想要做当冲 结果发现对不对 这个大盘这个开高走低 那如果说股票市场里面 它的趋势跟它的形态上面 你真的能够掌握 你不是用猜的 看到美股大涨 就认为这台股一定会联动 看到最近航运类股好 你赶快今天去做个当冲交易 我相信今天这个长龙 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很多人喜欢当冲 当冲不是说不好 你的功力没有到 自己在那边撤来撤去 撤到后面你赤都输掉了你知道吗 今天的长龙打到跌停 我认为非常好 等你停损结束之后 外的长龙可能就飙上去 我认为长龙其实简直 它是看未来 不是看现在 现金股内的一个发放 只是说反映到它的营收 所以今天这个台面上面 最热的股票 就是所谓的长龙 长龙 那长龙真的你不会做的 真的啦 严老师的QR Code 你稍微扫一下好不好 稍微扫一下 这个操作不是那么困难 这个点位不对你出手 你可能就赚不到钱 你可能就赔钱 我先把大盘未来的趋势 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大盘 早上是反映到美股的一个上涨 那为什么会开高走低 因为要洗融资 所以说这一波的一个下跌 看到没有 这边都是停损 对不对 一波 两波 三波 昨天融资减少22亿 今天的话融资应该还是大涨 还是大减 可能比昨天减的还要更多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看法 好不好 那目前为止大盘跌到这边了 因为昨天开出来的盘市叫3.D 3.D的盘市在我们开盘巴法里面 有讲三日之内 这个跌市就会怎么样 就会结束 刚刚反映到前波的一个低点 跟目前为止的位阶 电子股要注意 目前为止的话低档背离 有机会先反弹 贵买指数小型股 这个讯号上面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航运类股的话涨多了 开始拉回修正 这个地方反而要少买点 钢铁类股未来 整理结束以后会越来越强 我都把这个大盘也好 这个个股的一个趋势 我相信都在节目里面 今天都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到处上不见得赚得到钱 因为操作上面还有很多的细节 你没有办法一一来去克服 比如说大盘涨 你就认为天下无敌铁金刚 青灾备我就赢 如果大盘下跌 你有想到这个印度神童跟你讲的 世界末日要来了 某某这个大老师跟你讲 这个未来空空空 我们就去做空就好 一路去碎公元算了 你要记得老师现在跟你讲的 今天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这个行情 就开始跟之前你看的都不一样 这国家市场里面有句名言 好的跟坏的总是会连结在一起 所以说你操作赚钱的也不用高兴 你现在肯定输钱的 也有反败为胜的一个机会 我相信在上帝的面前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在股票市场里面也是一样 凭借你的大脑 凭借你的资本 在股票市场里面 有机会可能就会跟巴菲特一样 如果说你真的是操作上面都怪怪的 对不对 喜欢听名牌 听消息 这个自己想法太多的 那可能很快就毕业了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对不对 昨天大盘跌那么多 我们这档股票是不是先行获利 这个动作可以先做 不是说赚多少钱 就买得够低就算大盘跌 你卖出去还是赚钱 那当然今天的大盘是属于开高走低 那开高走低的话 你买的是不是强势股 如果说你买的是强势股的话 那我恭喜你 今天扬名也跌得不多 对不对 那长龙的话是因为 这个短线客太多了 来看一下对不对 这个短线客太多了 对不对 早上就进去抢 在低档区要他不买 他非得要这个股价有利多了 这个叫做利多对不对 早上一开盘 这边有人去抢 这边有人在卖 刚刚好能够把把 那个尾盘就停损了 今天爆量 这个长龙成交量52万张 这个就是散户投资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也真的不用再讲了 散户是永远赚不到钱的 那为什么严老师 在昨天大跌我有办法赚钱吗 我严老师操作跟一般老师不一样 那大家都一样的话 对不对 那每个人都赚钱吗 不可能嘛 但是你是严老师会员的 我相信这张股票赚多赚少 是严老师的诚意的 那今天有股票涨停板 我就必须要拿证据给大家看 这是严老师一贯的一个原则 我不是跟你讲说严老师做多 然后没有拿证据给你看 还是说我去做空 我每天就跟你讲世界末日 然后我也不拿证据给你看 我认为这个方法都是不对的 今天严老师的股票涨停板 涨停板 我一样拿证据给你看 好不好 这一档股票来9点10分 高点赚分尊荣会员好不好 尾巴有个四的好不好 9点10分尊荣会员 尾巴有个四的 亮灯涨停板 创破断新高 这虚伪造假的话下台一鞠躬 今天很少人会拿解续给你看 因为他手动股票可能没有涨停板 也没有创新高 这个股票不要卖我先讲 股票没有涨完你卖什么卖 很奇怪 当然有些股票可以做当冲 比如说这档股票开盘价33.9 33.9 买了之后今天做冲掉 好不好当冲 当冲 当冲就赚钱了 我现在这个盘式上面比较震荡整理 今天盘式就上架震荡了276点 你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对不对 有赚钱你就没有卖 这短线上面强的股票 你早上看到之后你赶快去买 买了以后把它冲掉 这个就是严老师目前为止 我要告诉投资人 但强很强的股票的话 有没有听过这张股票 8440的绿电 有没有听过 我相信看老师节目的人应该都看过吧 今天很奇怪 掌停牌锁了多少张 4万多张 真的是神奇 这个成交量才6000多张 掌停牌锁了4万多张 大家在抢是不是 7月半还没有到 大家在抢姑 手勾你知道吗 有时候操作不用那么凶悍 这跟你讲的时候也送给你了 你从底部开始买不是很好吗 你在这个地方买 买得安心 你认为还不再涨就买拉回 然后这个地方就认为它不会涨了 上个礼拜开始 每天每天每天涨停牌 1 2 3 4 5 一到礼拜我天天涨停牌 昨天休息一下 今天对不对 来又涨停了 你真的不会坐你来找我好不好 但有人会斩钉截铁的问 你说老师你认为这个股票会涨到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一定告诉你嘛 对不对 这边对不对 紧喷 这边也是紧喷 这边也是紧喷 今天是紧喷的 1 2 3 4 第四堵 你知道吗 人家说一堵 两堵 三堵 现在第四堵 又要开始喷了 今天掌停牌锁了 真的是过分 来看一下 44700张 真的 这个送给你 你也不要 你说老师这个会涨吗 这股本这么小 你长期看老师节目 长期看的 老师这个涨完了 结果上个礼拜 3月7号 大盘大跌 大盘跌了三四百点 这天大盘也是跌 这天大盘涨 它也涨 1 2 3 1 2 3 4 昨天提醒你什么 可以卖一趟好不好 就赚钱了 今天又有人打电话进来 老师你不要叫我卖好不好 我认为它还会在涨 真的吗 就还会在涨 这奇怪 这个投资人有时候很有灵感 来 这边噴一度 你看这边噴一度 这边也噴一度 跟烟囱一样 越噴越高 现在又要开始噴 这个股票操作 有时候要有想象力 没有想象力的话赚不到钱 你说老师最近大盘很难做 你选对股票跟选错股票差很多 辣椒 小股本的 今天来看一下 4946辣椒的 4946来 来看一下辣椒 掌听牌所的2400张 有没有事先讲 来 有没有事先讲 每天在节目里告诉你 小股本的 老师这个涨太多了 今天又涨停 准备要挑战钱高 准备要挑战钱高 你要注意 老师频道 请你锁定一下 我们这个三立新闻台 早上的11点到11点10分 连线的一个节目 里面的主播都非常的专业 有时间稍微看一下 广播电台 来News98 现在时间下午的3点到3点半 由颜老师第一个开始讲 这个广播电台的 这个地方的话讲的会比较多 标股的部分稍微听一下 我们运通财经台湾下午3点半 到4点的节目是没有改变的 凌晨2点半的重播 包含隔天早上7点 到7点半的一个重播 也没有改变 现在的话今天航运类股 这回廊修正比较多 但是你不用怕 航运在跌 航空股涨嘛 长楼航在涨 华航在涨 资金也开始挪移了 那未来的话要注意点足够 包含小型股 因为电子股跌不下去了 这个小型股也跌不下去了 我刚刚电脑都打开给你看了嘛 所以说你找得到未来的一个方向 不会跟无头苍蝇一样 每天看着大盘 对不对 都找不到标股 这钢铁股的 来看一下 这个亏转银的题材 要买要买在底部 对 这股票要有连续性 这起涨的 这个也是起涨的 对不对 涨上去又跟你讲什么 我没有叫你追 拉回找买一点 今天这档股票 开牌还开得很讲 26块45 没有叫你追好不好 你可以冲掉都没关系 尾牌又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个拉回要注意 拉回要注意一下 这股票操作其实很灵活 没有那个一成不变的 有时候这个 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运输类股来 这个航海股开始回档修正了 站在买方 航空类股的话 逢高稍微卖一下 好不好 这个未来资金的轮动 还是会轮到钢铁股 那明天开始注意了 也要是正式的告诉大家 明天开始注意什么 电子股包含贵买指数小型股 因为它开始动了 电子股开始动了 那你的资金要不要开始动一下 如果要的话 赶快跟上叶老师的脚步 好不好 这个杨明 不要因为一天跌 你就认为它不好 基本面的消息都跟你讲 基本面的消息都跟你讲 不要因为今天的长龙 达到跌厅板 你就认为说老师它没有救了 你慢慢的看 这是长龙的基本面 好不好 好不好你自己看 这是营收 这是未来的一个展望 所以股票操作不是一天 也不是两天 当然这个操作上面 我们一定是拿证据给你看 好不好 比如说像这个中柜 这个中柜 千万不要跟单 我真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投资人 喜欢看老师的节目 那老师在那边要感谢你 真的拜托 你看点心就看点心 我们如果买了 卖了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你 亲爱的投资人你知道吗 我们买了 卖了 我们没有办法通知你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的会员应该是赚钱的 两次操作 买在底部 获利对不对 买在底部 拉回找买点 这种大波段的股票真的很好做 你怎么做你怎么赢 因为每天每天涨停板的 对不对 每天每天创高 这3月2号的简讯 涨停板的 3月3号的简讯 3月9号的简讯 3月10号的简讯 我相信爷老师是拿最多简讯给你看的 这个叫做操作上面要讲证据 钢铁股哪一档最强 新钢 新钢 还是新钢 未来拉回 我还是要做 因为我认为强势股 这还没有涨完的股票真的 卖掉之后太可惜 真的是太可惜 我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 投资人如果说你手中目前为止有套牢的股票 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 把你手中不会涨的股票 换成我手中目前为止正要发动的股票 我们以股换股 看老师的操作功力好不好 我今天全线开放好不好 全线全线开放 持股的问题 也要是保证一定是亲自处理 亲自处理 但是明天我们要布局一档 三月份从还没讲过的 全新全新的股票 我希望说你今天看到老师节目的投资人 你要来验证的 我先恭喜你好不好 我先恭喜你 只要你电话打得通 只要你电话打得通 你QR号你可以去扫 扫得进来 留下姓名联动方式 明天这档全新的电子股 点出够 我们由我们的团队一对一 我们直接来做出个通知 我们一年就开放这次的机会 你真的真的要好好把握 复制之前中贵飙涨的模式 复制静春 今天涨停板创新高 复制辣椒波段操作 还有今年最夯的这次叫绿电 今天又涨停了 未来这档股票 一样跟绿电一样 一样是从底部开始涨的 底部底部底部 未来会翻一倍翻两倍的股票 所以说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明天的台股洗完农资之后的话 未来有很多的标股会出来 我们三月份最共的股票 首发标股在今天正式的 我要来做出个预告 明天要进场的股票 三月份首发标股 你有兴趣的 你要布局的 真的要重压的 你先把电话拨通 好不好很重要 今天拨打电话也可以 扫描我们的QR Code 扫描QR Code 记得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那你打电话的请注意 电话拨通之后 麻烦你一定要留下姓名联络方式 因为我们助理会跟你讲 明天我们要怎么样通知你 发动点立即通知 好不好 扫描QR Code的 跟打电话通通一样 好不好 明天的大标股点足够的 明天准时进场 还没有扫描的赶快扫描 明天要进场的 赶快扫描QR Code 不过打电话 打电话进行过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积极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制服专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击 您将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碰撞点 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机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一致车辆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台股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区 明天开始的话 有关键性的一个买盘 严老师在我们运通财经台 正式的预告 明天的大盘 如果说进入到超跌区 严老师会在明天早上 9点10分以前 好 我们要布局全新的电子股 那当然你今天看到老师节目的 老师非常的欢迎大家 能够共襄盛举 因为你们看到这节目 绝对不是看一天 也不是看两天 要验证的 走你不用客气 手中有套牢股票的人 那当然你今天 可以跟严老师取得联络 那老师会一对一的私讯给大家 我希望说从明天开始 每一个人能够尽力操作 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股票市场里面 能够反败为胜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明天大盘进入到超跌区 有买点 有股票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就那么简单 严老师当然是佛教徒 对不对 我支持乌克兰 好不好 乌克兰的胜利就等于是严老师的一个胜利 因为我崇尚民主 我认为人身而平等 那共产主义真的可以丢到垃圾桶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普丁 对不对 侵略 我认为这是一种罪恶 好不好 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更残忍 更残忍 你不知道买不知道卖 真的很多的钱 真的很可惜 股票市场里面名言来操作三部曲 现在不要等了 明天要开始站在买方了 要站在买方了 新投资人 对不对 尹老师的会员很多 投资来 我的会员请注意 要有耐心再加上纪律 新朋友 新朋友想赚钱的 就要让严老师找得到 我希望说这个从今天开始 每个人都有新的思想 未来都能够赚钱 未来大家都能够找到像中贵这种的 这么多桂是不是 真的要拿一两桂 两桂好不好 今天的靖春 来 又再创高了 尾盘拉下来 还是要找买一点 好不好 来 今天的辣椒 真辣 换鞠儿 辣椒 小型股的你要注意 这最重要是哪一桂 绿殿 上个礼拜从礼拜一涨到礼拜五 绿殿 对不对 昨天休息一下 昨天礼拜二 今天还锁了好几万张 未来的绿殿在什么地方 我来告诉你 好不好 一样是今天开放 好不好 前面十位打电话进来的 指线打电话进来的 我就前面十个 我就直接带 好不好 这样子老师的诚意满满 对不对 明天的股票请注意 9点10分以前我们一定会进场 如果说你想要共襄胜举的 你想要跟严老师验证一下的 今天打电话之外也可以用扫描QR Code 还没有扫描QR Code 来 赶快扫描 未来的标股都在里面 包含明天要发动的一档电子股 全新的电子股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参与 还没有扫描QR Code 赶快扫描 扫描QR Code 打电话 明天准时通知 我们明天见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回应投股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股制服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击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你以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实这些都是毒品 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 混入多重毒品 让你降低戒心 小心这些 好奇仪式 青春仪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喂